大家好,景峰,看看我们后面 花果故城一枝 一个一千里小国后国 距离都快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国家 那是公元千里是 千里差不多了,景峰走吧 过去转下看 大家你好,咱这是以前的花果故城是不是 对 我们现在所出的位置就是 卵岩使得不化合的花果故城一枝 这个国家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 小祖国国,距离都快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虽然这个国家国 距离都两千多年了 现在依然暴露的有一个 这个国家城的城门 这个城门好像上面写的是 道广世纪年底 距离也有一百多年了 在这个国家城的 泡棉有一块是 总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理的 全国重联文武保护单位 发果故城 在发果故城旁边 有一种这个枪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是枪 下面有几个腰洞 感觉这是以前龚甲用的腰洞 平常见着腰洞没人往大 这应该是像以前的摘枪下面 还有洞边弄 李老师 管他那个转缝下来的是个地道 梅 通过管他那个青转缝的地道 直接进到城里面 就是城里城外一个地道 古地道口 通过港台那个门就进到这个城里面了 不需要走那摘门了 这以前人因为聪明不聪明 花果是我我 春九世纪的一个小的祝福国 他在龚元前六二七年的时候 就被这个清国给灭掉了 距离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据早前年的靠屋调查和法律 古时的古化果就位于这边 平方鸡谷里的土地上 目前在这个古化城泡敏的一些残垣断壁上 依旧保留了大量的以前的温化断层 现在看到这些残下的下面 等着看到一些一层一层的好路层 应该不是同一个世纪所留下来的 在这些好路层里面 如今还可以看到 里面含有大量的一些韬片 一些碎娃片 像还有一些不温的娃层 应该是多个文化世纪 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断层 连老子这下面不就是古化国的古城泪吗 这上面是古化国的廉民汉 称民地面是宣藏法司的出生地 美香的这个古化国的春香下面 都是宣藏法司的出生地 这就是人家底令的地方 改双子了改回了 老里头醒过了 哎呀很快醒过 大家好今天都到了 希望大家观众下期见 拜拜